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 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有有效的 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你好 除了袁醫生之外 我們今天請到Dr.Chan 陳振誠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Hello Dr.Chan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今天兩位會介紹一種很特別的工具 是天然免疫素 好了 相信大家都很關注最近日本福島的問題 當然啦 為什麼福島的問題 很困擾 相信大家在不久以前 在蘇聯那件事 原來蘇聯那次 Chanoble 切爾諾貝爾的核電彈爆炸 原來那是全世界上最嚴重的核子災難 美國也出現過 原來在嚴重程度 切爾諾貝爾的核子廠的爆炸 是最嚴重的 嚴重到怎樣呢 原來當時是導致有2萬人死亡的 另外有數百萬人的受害者 也都要忍受那些難以痛苦 以及揮之不去的死亡的威脅 將來那個影響的身體會怎樣退化呢 他都不知道的 好了 當時核災難發生之後 俄羅斯的官方發出呼籲 希望能夠找到一些任何補救的方法 去幫助被輻射摧殘的那些 我叫做幸存者 還未過世的人 這個任務是落在聖彼得保 俄羅斯的一個高度 高純度的生物製劑的科學研究院裡面 去找這些好的方法 希望能夠找到成本較低 和安全有效的補救方法 好了 放在研究員面前 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因為俄羅斯本身 藥物資源都不太豐富 也不是很多藥廠 他們本身也都持有些物質 都發現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一定要找到一些方法 幫助對任何治療暫時都沒有起色的人 來重建他們的免疫能力 好了 當時科學家分析了大概600多種 可能有用的產品 發現只有一種能夠符合有效 較成本低和安全 要知道太貴都沒有用的 因為這麼多人有數百萬人的需要 一種產品如果是太貴 其實都發揮不到作用 所以他要有效 還要低成本和安全 當時令到科學家很震驚 他說他發現出來 不是什麼藥物 或者維他命 或者草藥 原來是一種 保加利亞的乳汗菌 一種特定的 乳酸菌 乳酸菌 英文叫做Lactobacillus 乳酸菌 還有他發現 其實我們不需要完整的細菌 我們只是需要 身體的乳酸菌 一部分有機體的一部分的細胞 迫和 他發現這個是很獨特 他們當時意料不到的 因為這麼多年來 醫學界都確認 細菌細菌的細胞壁碎片 對免疫系統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當然也有好也都會壞 好的地方 如果經過妥善處理的疫苗 是用的細胞壁碎片 可以激發免疫力 對抗一些特定的微生物 壞方面 如果這些 害菌的細胞壁毒素 入了血液 可能導致一種叫做格蘭氏陰性 休克的病變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血壓 就可以跌到危害健康 差不多可能都40 應該120 可能跌到40 也都可能身體很多大部分的血液都會流失 以及體溫可以高到105度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 在我們的腸道裏面 是健康的腸道裏面 其實是有數以十億計的益菌 其實可以這麼說 我們身體的益菌 益生菌是多於我們身體細胞的數量 那幫助擊退腸道裏面的壞菌 這些益菌 還有病毒和真菌的感染 那也都同時 這些數以一貴的益生菌 它也都可以激發免疫系統在身體 其他部分 對抗多種威脅健康的有機體 只有少數人 醫生都不例外了 了解到 其實我們身體大部分的免疫細胞 是主在腸道的 可以說80% 我們身體的臨巴結 是我們整條的腸道裏面 所以其實腸道的環境健康 對我們的整體免疫 是發生很大的作用 好了 可以這麼說 因為大部分我們身體的細胞 都是吃下去的 意味著 這些細菌的健康的情況 是有很大的控制權 你吃了什麼 服用了什麼藥物 譬如抗生素 殺死了所有細菌 包括好菌 接觸到什麼毒素 都會影響這些腸裡面的細菌 甚至有些奇妙的產品 我們也知道它是益生菌 大家都聽得多 會有助於平衡 我們腸道的微生物 有機體和物質 它也可以幫助 重新聚集這些 已經被疾病或者抗生素 已經消滅的好菌 我們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益生菌的產品 其中最常見的是乳酸菌 乳汗菌 以及雙脂汗菌 即是Bifidobacteria 這兩個比較常見的 所以我們認識的裡面 有時候有些叫做 蠔酸乳汗菌 R52 或者蠔酸乳汗菌 NAS 這些都是一種特別的 但是 我們曾經說 他們所發言的 寶加利亞的乳汗菌 Lactobacillabalgaricus 在這種益生菌裡面 配方 是經常都見得到的 這個是 俄國蘇聯 在這個 在Chenobo核災之後 發生一種更強的更有效的益菌 好了 發言了這種益菌之後 他們的研究人員 首先就用老鼠的測試 這些新的製品 他先養老鼠吸收了 輻射引致免疫的出現問題 一個星期之後 這些動物產生的抗體 比較對照的老鼠 是差不多有成六倍 而整體的存活率 是由40%升至100% 即是說 用了這個製品 保加利亞乳汗菌的老鼠 他們在一個星期裡面的存活率 本來是40%的存活 是100%的存活 而且也有些老鼠吸收了 比較低於致死劑量的輻射 他們30天的存活率 是升了一倍 和35%是增加到70% 大家可以看到 用乳酸菌的老鼠的存活率 是增加了很多 好了 然後研究人員 就為這些摺醫 諾貝爾災難的免疫受益 就是病人做這個治療 發生不到兩天 這些患者的體能方面 有很大的改善 在兩個星期之內 他們的血液狀態 差不多是接近正常的 接著不到一個月 他們可能完全康復了 這是做過病人的真正研究 好了 接著他就開始用在癌症病人 即是本身已經有癌症病人 其中有879位患者 化尿方射治療 已經摧毀了太多的白血球 所以不能夠不停止 繼續做這些化尿方射治療 好了 接著他就用這個 新的益生菌制劑 發現白血球的細胞水平增加了 才能夠正式完成 是可以足以完成了 毒性的治療 因為之前 他用了輻射 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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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透明 病 在癌症方面,大家可以了解到 如果這個這麼簡單有效的工具是可以幫助治療癌症 可以為社會節省的天文數字開支 這就是毒性治療危及免疫系統 也需要用化學物質增加白血球的細胞生產 費用非常貴,是一般的做法 如果出現感染的話,簡直是命都沒有了 往往令人破產 可以試想一下,如果這個一切可以用成本 可以這樣說,當時是幾元的沒有毒的免疫激發劑 來避免,你覺得對社會節省的開支是很大的 他也做了一些需要進行手術的患者 你知道一般的醫院做手術,都很怕手術的併發症 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而用這個工具產品,可以減少手術併發症 和增加傷口的遇合速度 現在看看,另外一個研究 又是俄羅斯,跟進了74位肢氣管炎的患者 他年齡介乎20至65歲 他將他們分成為治療組和對照組 治療組的肢氣管炎,在六至八個星期就消失了 我們也提及過去也聽過,叫做養份療法 當然,養份療法 當然,養份療法 是可以增加免疫系統的水平 但是,我們過去未試過 只用這些製劑,都能做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但是你知道,要做養份療法 你不是自己家製造的 你要在醫生的診所或者醫院裏面 要付出的治療費、診金 但是,現在可以一種比較簡單的 自己不需要求診 自己可以補充得回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另外一個個案,有一位女士叫做瑪莉蓮 原來她患有很嚴重的唸珠菌感染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唸珠菌的感染是反映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因為我們身體都有唸珠菌的 不是說沒有唸珠菌,每個人都有的 但是,讓唸珠菌受不到平衡,受不到控制 因為其實是大大反映自己的免疫能力的問題 控制食品只能供應有限度的幫助 因為大部分的唸珠菌是我們身體本身已經既有的 不是靠食物的 就算戒掉這些食物都未必能幫助得到 好,這位瑪莉蓮女士,這位病人服用了這個產品 用了三個星期,陰道已經沒有分泌物 胃經聯停止了,其實所有症狀都消失了 當然,她都用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好,另外一個個案是60歲的男士 她自己患上前列腺癌 她有另外,腳有很多真菌,即是香港腳 她在撤除前列腺癌後,還出現了消化問題 她用了這個產品,用了大概十天 就清除了足部的真菌 你知道,香港是很頑固的 她在短短十天,已經清除了足部的真菌 短短二十天,嚴重的肚射和抽筋都沒有了 她現在用了這個工具,用了兩年 她期間簡直是沒有感冒,沒有傷 即是很明顯,服用這個工具 令到這位60歲的男士 那個免疫能力是加強了很多 好了,還有這方面 這個工具,蘇聯人的研究員發現 這個抽取物,它有除了抗過敏的功能 能夠降低膽固醇,能夠刺激胃酸的分泌 可以來促進消化和舒緩便秘 和強化鈣的代謝和減低形成骨質鬆縮的風險 對抗傷風和類似流感的症狀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可以這樣說 是文明人的通病 膽固醇的膏、胃液方面的消化問題 便秘、骨質鬆縮,這些可以這樣說 俄羅斯開發了這種很神奇的抑菌精華 可以說每個人都需要補充的產品 不是說要到病的時候才可以開始用這個的產品 因為它在預防和加強免疫系統健康 有強大的效果 我們現在市面上,因為這個是蘇聯發明的 我們英文稱為俄羅斯的免疫素 當然,這種抑菌不是俄羅斯製造的 只不過是他們發現出來的 我們稱為俄羅斯的免疫素 由於這個產品不是活生生的細菌 你知道很多抑菌 我們通常都要求用製在雪櫃 但是因為這不是活生生的細菌 所以就算在運輸、儲藏方面 其實也不需要冷藏 所以說是一個非常方便 亦都非常合乎經濟效益 我們在網上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都不是我們自己作出來的 這是真真正正的在俄羅斯發現後 這個產品用了很多年 原來在俄羅斯用了差不多20年 在美國已經超過了5年 非常安全的 你用的劑量高到15克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吃很多很多粒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聽了我介紹這個產品 其實大家都想知道 抑菌活軟酸菌 其實我們都聽得多了 但是抑菌活軟酸菌 跟我們的身體健康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請請陳博士跟我們這方面探討一下 我們很有趣 每天一個人做什麼為了健康 又要調回來吃菌 我們經常聽到細菌感染 多麻煩 大家都說有什麼分別呢 有時候很多東西不同 一同一樣東西 有時候有來也有害 原來人的免疫功能 和四腳爬爬的動物的免疫功能 有些不同的特別的地方 大家市面上也聽過 例如牛的初語 聽說對免疫功能很有用 忽然間又聽到有些抑菌 又很有用 還聽到有些抑菌 將一些奶類的食物 例如牛奶 發酵了它 又說很有益 中國人在上海喝酸牛奶 但幾乎是抑菌 很普遍是抑菌 新鮮牛奶 每個人都排隊 來喝 那為什麼呢 原來 新生的動物的免疫功能 完全是不存在的 所以嬰兒一出生 就要很小心 治癢它 大家有沒有聽過 原來在美國 那些菜馬 那些名馬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譬如在西雅圖 是一個叫做 Colostrum Bank 是為了菜馬 和名種馬 馬如設的初譽銀行 為什麼呢 因為馬名貴 那就是找到最好的藥 給它 最健康 一損失不見 一千幾百萬 不得了 名種馬 原來 這些四腳爬爬的動物 一出生 就完全沒有免疫功能 自己本身沒有 自己本身完全沒有 於是它一定要 頭七日至十日 那個媽媽 出來的奶 是有大量的這些初譽 這些初譽是一種 特別的蛋白球 這些蛋白球 就會令到那隻初生的 譬如馬 或者牛 就開始慢慢 令到它的免疫功能 慢慢成熟 還有一道 很重要 很重要 原來 譬如牛 那隻母牛 在農場 它懷孕的時候 面對的所有的微生物 病菌 病毒 不好的東西 骯髒 骯髒的東西 那 它根本上 在懷孕的時候 面對這些東西 它的免疫功能 一直在做這些特別 對口 對應這些病毒的蛋白球 已經 然後一出生 所以 牛仔 牛仔 牛女 就馬上喝這些蛋白球 就可以立刻 不用等了 立刻幫助這個BB 抵抗在農場 它居住的環境周圍 所有的病菌 病毒 之類的 那 根本上 在美國 已經有人 用過這樣的方法 來治病 其中一個名人 他 是美國的前任 國會議員 這個國會議員 叫做 Berkeley Bedell Berkeley Bedell 現在還健在 如果你上網還找到 Berkeley Bedell 他就是因為有一種 Lime disease 他被蟲咬到 令到他有一個很嚴重的免疫功能 搞到他 關節炎不嚴重 就沒辦法再做醫院 連美國的軍醫院都醫不到 醫不到 醫不到 後來就找到一個 牛腸的農夫 發現牛腸的農夫 已經很久歷史 將病人的血 認為裡面有這些菌 有這些致病的毒素 打進懷孕的牛腸的乳房 令到這個意思 令到這隻牛母 對這些致病的物質 產生抗體 產生對口的蛋白球 然後 母牛生了牛仔之後 就是偷了牛仔牛女的錯誼 拿了這些錯誼之後 就拿這些錯誼來醫治那個病人 Berkeley Bedell很出名的 就是因為這樣 他的關節炎 以及他的英文叫Lime disease 是一種寄生蟲引起的很嚴重的疾病 簡直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一個再好的答案 居然用這個方法 他是醫好了自己 於是故事反過來 這個參議員 是他一手一腳 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推美國政府衛生部 加了一個 特意管理和幫助另類治療 這個叫做Offic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是他一手推動的 是他一手推動的 現在這個基金還存在 每一年還有開會的 還在推動美國衛生局 盡量向這邊 這個部門已經變成NCAM 變成一個更大的部門 NIH美國衛生部 一個很大的部門 已經有幾千倍大 因為早期我記憶中 他給他的資金很少 很少 幾百萬 幾百萬 已經去到幾個億 已經去到五六個億 一年 很幸運 美國政府都體會得到 現在美國人的一般健康是多差 用過去的傳統方法 先來一點點題 知道初遇的作用 人的初遇當然不是很多 唯有現在市面上賣牛的初遇 賣牛的初遇不是不好 也好 但問題是 你不是在那隻沒有牛 那隻沒有牛懷孕的環境 那裡生活的話 都會有效的 沒有百分之百的對口 就說回 其實 四腳的動物 是靠初遇的蛋白球 但人呢 怎麼辦呢 難道一出生 立即要吸一隻牛 喝牛奶也不是 因為不夠初遇的蛋白球 然後再說回 原來 真是信不信有你 待會再繼續說 人呢 真是靠吃屎 吃屎 哦 好啦 那我們休息變黑 休息變黑 就說一下 為何吃屎對他們這麼好 好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天然免疫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來今天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天然免疫素 我們有Dr.Chan和Dr.Yun在這裡 陳博士說起一件事 是醫生嚇一跳的 不是吧 吃屎衣餅 是什麼意思 背後有什麼道理 原來大概半年前 在英國醫院 醫學雜誌有一個文獻出來報導 英國醫學界發現 健康人的訓練 健康人的訓練 事實是有醫療價值 因為他遇上一些病例 長度發炎 因為那些比較頑強的細菌 抗生素藥殺不到 用什麼方法都搞不定 於是有人想到 既然健康人的長度裡面 這麼多有益的細菌 OK 那就不如試一下 將這些有益的細菌 種回到這些人那裏 那又怎樣呢 我發覺又不行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 這麼巧遇到 有些 令到那個病人的長度 有不良的免疫反應 那就引起更嚴重的長度炎 他說不如這樣吧 我們索性一下 搞爛它 搞爛它 我們就過濾 過濾到很微細很微細 過濾到什麼炸了都沒有了 屎水 過濾到病毒都沒有了 只有一些比較小的分子 於是就種回到長度 莫名其妙 那些人都好了 這麼神奇 一點都不神奇 原來我們人出生的時候 初生的時候 我們的長度 是完全無菌狀態的 我們的免疫功能 幾乎是等於零的 所以我們出生寶寶 要很小心照顧他 原來我們出生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 真的不關他出來要哭 因為第一件事 吞下肚 就是媽媽的屎 媽媽的大便 其實不只是大便 那麼肉酸 另外 其實他第一口 就是媽媽長度 有少少大便都不奇怪 的益生菌 第一口就是那口 一進去之後 一進去之後 就 跟著 就 他在裏面生長了 OK 在裏面生長 其實為何這些生菌 在我們長度的生長 對我們這麼重要呢 袁醫生 剛才都說 其實我們的長度 有很多免疫細胞 在長壁 長度的壁 那裏 長度的壁 的責任就是把抗原 譬如 譬如這些生菌 死了之後 碎了的細胞 迫 這些是抗原的一種 這些細胞 叫做T細胞 免疫細胞 他吃了這些抗原之後 他就好像有個訊號 即是有些資料給他 他就 在細胞裏面 砌一些 更有用的訊號 更有用的訊號 他就 接著 就放這些訊號 去那個 血裏面 然後 血裏面 由走到另一個地方 其他免疫細胞 就會得到這些訊號 打過訊號之後 他就 這次我知道怎樣打仗了 OK 如果他不只是出去打仗 他更乖一點 聰明一點 即是不要亂來 不會亂來 OK 這些細胞 叫做樹狀細胞的Dendritic Cell Dendritic Cell 為什麼呢 就是這些長度 迫在那裡 暫光的免疫細胞 然後 吃了抗原 之後 他就立刻 搖身一旁 就變得 很多八爪 這樣凸出來 所以我叫他樹狀細胞 Dendritic Cell 然後 他就會放一些訊號出來 這些訊號很重要 這些訊號 是調整整整個身體 所有的免疫細胞 應該怎樣做 不應該怎樣做 OK 這些所謂 我們以前聽過一個治療 DCCIK DCCIK 其實DC Dendritic Cell 就是樹狀細胞 OK 好了 我們有個問題 有個問題 第一 我們通常不是在我們的祖先 經過幾萬年 幾千年 幾十萬年 的原始環境 那裡出生 生活 雖然我們媽媽的大便 都不是和鄉下那些一樣 OK 於是 就和我們本身的基因 就不是百分之百配合 如我們區區那幾代人 那麼多 我們的基因 就未曾轉化到 可以適應到那個新環境的病毒 和病菌 諸如此類各方面的東西 OK 於是 就 現代社會的人 就很多 很多問題出來 OK 那當然 你 在魚族 在福島旁邊 居住 在秦都部旁邊 更加 正所謂 逐一句說 是大件事 你的身體更加適應不到 OK 於是我們 所以 我們去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中國以前都很聰明 其實喝酸牛奶 是民間的治療 其實 用益生菌 為什麼用益生菌呢 因為益生菌通常都是用乳酸 通常用牛奶 牛奶裡面有乳酸 用牛奶裡面的乳酸 作為它的食物 它吃了這些乳酸之後 它就會發酵 發酵 就不只是發酵乳酸那麼簡單 其實發酵之餘 它自己很忙碌 搞到它自己都散了 所以你不用怕 喝了一些酸奶之後 就變了很多菌 菌都少了 你經過發酵之後 這些譬如乳酸 甚至乎原原本本的 有那些叫Yokert 牛乳發酵的drink 飲品 它裡面可能是沒有 奶的物質在裡面 也可能裡面 根本上是再沒有 這些活的菌在裡面 但是它發酵之後 就是很多這些益生菌 或者這些乳酸菌的碎片 在這裡 那些碎片你喝了下去之後 喝了下肚子之後 就給了一些大腸壁的 這些免疫細胞 它吃了它之後 它馬上就變成 這些樹種細胞 Dendritic cell 而這些蘇聯的科學家 是對的 它就發現 它四萬穩定 就是某一種 譬如 這個 寶加利亞 另一種 叫做Renosis 這些菌 原來它的抗原 對這些免疫細胞 刺激它 變成樹狀細胞 的效率是特別高的 OK 我們還發現 這樣做法 就不只是用菌 你種了整個腸道都是菌 不是說沒有用 其實最有用的不是這些菌 是這些菌受到破壞的抗原 所以如果要大量的話 就無謂將大量的菌 放在我們牆上 索性 用一個比較科學化的方法 將菌的細胞壁 全部破壞 然後我們大量服用 就不會引起感染了 對 因為這些有時候有些變種的菌 它是 落到某人的長度 有些情況 是令到你有感染的 這些菌 如果入了血 也會引起懷血病 很多東西 如果是不好的 你明白嗎 所以 這隻菌 根本上 是這麼有用 是有這樣的原因 如果你大量服用的話 就簡直 我們的免疫細胞 是好像做一個 這麼特別的免疫治療 叫DCCIK 裡面那個DC 樹狀細胞 那部份的治療 做到某一個程度 所以對醫癌 是這麼有益的 譬如我們也都 在有些很特別的醫院裡面 我們也做這個 DCCIK的治療 情況下 我們在病人的血裡面 是分離了免疫細胞 分離了之後 在實驗室裡面 用不同的干擾素 不同的抗原 來到 擺落那個 培植的環境那裡 就令到這些細胞 除了生長得更多之外 也都刺激到它 變了做這些 是有用的樹狀細胞 然後將這大量的 有活性的樹狀細胞 是回輸給那個病后 譬如生癌症的病人 我們是見過有些癌症病人 幾乎是一兩人 摸到癌瘤是縮小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機會 做這些這麼專門的治療的話 其實這個 服用益生菌的Lycid 即是這個製劑 即是破了細胞壁 是相當有用的 根據研究 尤其是用這個方法 尤其是對這個未功能失調的症狀 譬如濕疹 特別有用的 除了濕疹之外 當然其他功能有問題 譬如風濕性關節炎 譬如SLE 黃斑狼瘡 譬如 甚至乎 耿直性的關節炎 Enclosing Spondylitis 甚至乎牛皮症 都有相當的作用 最近也有很多 青泡瘡 最近也有幾個便宜人 是呀 Pingus 都開始看到多 可以大量服用 大致上 亦都向大家解釋清楚 以及交代清楚 為何我們無緣無故要吃菌 吃回頭 原來人比較特別 靠這些菌 我剛才說 我們出生時 那個腸道是完全無菌 沒有理由無緣無故 媽媽在肚子裡長出來 在胎中 那是怎樣種菌 那是怎樣種菌 原來我們一出生的時候 就是靠那一口 很簡單 我們很多寶寶的破腹產 破腹產有個問題 是 你沒有食屎 其實是說那個 你沒有機會食屎 那個胎的液體 是吧 不是 胎液體沒有的 反而都沒有 沒有的 它是要出來的時候 在一個Canel 出來的陰道那裏 出來的時候 你想想 這麼複雜 大腦 頭捐出來 你又呱呱哭哭哭 你就吞幾口 除非吞幾口 再轉去 而出來 淋出來的時候 是人的天性 真的是經常打響 我都幫忙把生賴回的 已經開門發聲 唸凜嘻 噹那個 靠出來後 它嬰兒在出生的時候 哭不太簡單 哭會令肺膨蠻 因為肺炎的凸 在胎儿育中是没有空气的 全部是黏住, 迫迫迫 出来后大哭一声, 吸一口大气 然后才令肺脖胀涨回来 所以你说, 为什么医生这么残忍? 孩子出来不哭, 打他两天, 让他哭 就是这些前人的经验 孩子出来不哭, 原来更疲惫 所以有些古老医生, 打他几个屁股 不要管你这么多 亦都和大家交代得到 为什么人语亦都很重要 人语重要一来,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 要多不少有些奶才行 人奶也好, 牛奶也好, 什么奶也好 最重要就是有些乳酸 乳酸落到我们的长度 这些乳酸菌才能生存得到 为什么大人不需要呢? 因为我们已经成立了一大组的乳酸菌 在我们的长度那里 当然一度不好, 我们现代的人有些事 吃些抗生素 抗生素会将很多这些长度的乳酸菌 他们的乳酸菌就杀死了 杀死了就没办法 唯有去光顾袁医生 我们在苏联用了20年 我早期在美国的医学雜誌 自然疗化医学雜誌里面 我认识的, 好像Dr. Rowan Dr. Rowan 你也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很贊成这些 我是在他的刊物那里介绍 在我们的诊所和陆葬健康店 都可以来买的, 都可以用很多 Dr. Steven Levine 这间公司的总裁 他也跟一群科学家和医生 做了一个, 他自己这么说 他说他是一生人最自豪在这个产品 由他设计和由他领导的研究工作 是将一些, 用什么方法 这些不好的湿疹 他自己在美国的经验 用湿疹相当好 吃了之后 几乎是疗效 根据他的报告 这个临床的经验, 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因为湿疹是多头尺 而且他不只是医好 他是基层这样, 将你的免疫功能 调节好 调节好 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人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过现代生活 你不需要回香港 回香港吃回妈妈的糞 说笑而已 你可以补充些酸奶 补充些 或者初语 牛的初语 当然是比较普遍些 大家都听过 连深圳也说 有些人只要有资源 可以买得到人的初语 也有 另外更进一步 就是这些益生菌的产品 其中 例如 活的益生菌 乳酸菌 如果我们更加上 这些益生菌 或者乳酸菌 尤其是这种 叫做苏联人的选择 免疫制剂 我想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预防工作是相当好的 在研究上 陈博士和大家 技术性的资料都和大家分享 我手上也有资料 这是苏联的研究 这些细胞壁碎片 会刺激先天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层次结构里面的 第一个反应 叫做Innate Immune System 叫做First Responder 他说 有助扩大免疫系统里面的即时反应 他也可以推进 黏膜免疫机制 我叫做Mucosal Immune Mechanism 黏膜免疫机制 免疫益生菌的细胞壁破片 发挥的影响力 甚至乎可以超越长度之外 他们可以激活和缴织 全新的 一般是 一般的黏膜免疫器 帮助恢复黏膜 T细胞的平衡 这个可以加强了 相距离 即距离枯远的 即不是附近即时的地方 在黏膜的免疫 调节能力 他们说 有什么机制呢 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他说可能发生的行动的机制 包括激活的皮尔氏 修补的T细胞 我叫做皮尔氏 皮尔氏的修补细胞 这个就是我们腸道里面的 所谓的淋巴结里面 很多很多的 亦都会促进 具有吞雀能力的T细胞细胞 以及聚雀细胞的流动性 聚雀细胞是杀癌的最重要 聚雀细胞 是杀癌的细胞 很重要的 他亦都有改变细胞因子的平衡 我们叫做Cytokine 细胞因子的平衡 包括引导依赖TH1细胞 去活化中性粒细胞 就是Nutrophil的作用 以及增加Gamma的干扰素 interferon gamma 我们相信免疫功能失调 原生就是TH1和TH2失去平衡 而这样做的做法 是可以维持平衡 这些过敏的情况 很多时候都会改善 他亦都说 减少了八戒素 interleukin-4 IL-4 以及促进 就像陈博士说TH1和TH2细胞因子的反应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些细胞碎片 不会直接补充所主位置的长度抑菌軸 但他们会调缸黏膜的分泌物和改善长度的健康状况 通过激活局部的免疫反应 他可以加强长度 那个勇毛细胞的天然维修补机制 亦都可以帮助抑菌落脚和繁殖 说回来 我都好几年之前 在香港就曾经有一间公司 就开始推广一些不同的抑菌 原来在欧洲和德国 他直接是用病人的长度 直接分泌 培植 这些菌 分析 这个病人的需要些什么菌 他就是量身订造 用病人的分析 量身订造 帮他做一些大量的抑菌 那我们知道 抑菌我们叫做Probiotic 我们一般常用抗生素 就是Antibiotic 其实你听到的名字 其实都是挺危险的 抗生命 抗生命 促进生命 保护生命 其实我们人所需要 真真正正是 帮助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是需要是Probiotic 促进生命的好菌 就不是抗生素 来对付我们的生命 在同类疗法 都有成一百多年前 也都有一位医生 他也是一位细菌学的医生 他也是制造很多不同的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根据病人长度里面的不同的菌 他制造了十几种 当时在同类疗法 有一套同类疗法的疗剂 完全是由細菌里面 是培植出来的特别的疗剂 从这个体度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都认识了很多的工具 都很着重于我们的 我们的肠状里面有些什么菌 其实我们身体是需要很多菌 如果这个地球没有菌 这个地球就即时不到几个礼拜 就完结了 没有这些菌 我们是缓不到 我们是缓不到 地球的生命都缓不到 我们好几年前 我亦都接触了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是介绍一种泥土里面的菌 这种我们叫做Black Gold 只不过我们平时过去 我们的食物里面 是有很多有机的蔬菜 我们真是拿起来 就在咳口 不需要拿什么特别的清洁剂 杀它一轮 在这种饮食环境 很多人在花园里面 看到一些蔬菜 就这样炆了出来 拍一些灰 拍一些沙泥 真的有口食 我们其实是进食了很多泥土里面的抑菌 有一种的病 叫做黑龙似病 Kron's disease 可以这么说 是一种长度很严重的免疫失调的病 患者会一直消瘦 消瘦 最终很多死亡 在这本书里面 是介绍这种新的菌 它叫做Primal Defense 这本书 讲来讲去 原来我们的身体 缺乏了很多泥土里面的 天然的菌族 因为我们的身体 是没有了这些 天然的菌族 我们导致很多 墙壁里面的 免疫失调的毛病 这个产品 就叫做Primal Defense 叫做Black Gold 就是黑金 黑金 就是泥 当你有病的时候 如果医累 医气都医不好 我们真正正能够找到 泥土里面的那些 那些細菌 就可以将这么严重的 就是在非洲原始捕捉 他们的无医 就真是 拿些 他当然要先练完咒语 整饰整水 拿些泥 给小孩子吃 就真是会医好 他的腸围炎 这些是有记载的 不如Sacomyces voladi 在泥土里找到的菌 唯一是有效地 治疗一个腸围炎 叫做C difficile Costridium difficile 引起的腸围炎 这种菌 在法国和欧洲 直接处封了 它叫做Sacomyces voladi 我相信黑金里面的主要成分 都是这种 这一类泥土里的菌 所以大家听过这一期节目 大家都了解 我们人是要和菌共存 我们不应该要杀菌 那当然不要乱吃的有害的菌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 如果处理一个完全无菌的体内环境 我们的身体就不行 我们身体需要与菌共存 好的 多谢陈博士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次 这么丰富的资料 好的 谢谢两位 今集时间又到了 那下次再见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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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